记者李新荣,综合报道天心,钟承翰主演职人具《最佳利益》今五日首播,天心饰演的首席律师方征霸气出场,因为替当事人争取利益,被围观民众杂商扬言提告,钟承翰饰演的菜鸟实习律师陈伯云则和小偷上演《百米追逐战》,却在此时接到面试通知,成为天心底下的实习律师。 钟承翰饰演实习律师,图,翻射自华氏陈宇熙,江明威,陈宜佳等人饰演的同期菜鸟律师也陆续登场,本来迟到无法面试的钟承翰,却因为替老板夏静廷是夺回被抢的包包,获得通融的机会,请继续往下阅读,首集就将律师面试过程细节演出,从分析案件到面对危机时的处理,天心和同事上演一场驾驶及戏马, 问众人是否有看清凶手长相,贺得钟承翰一脸惨白,天心受了曾是运动员的钟承翰体点,打了胜仗,图,翻射自华氏身为绿界资深老鸟,天心认为不能轻易相信当事人所言,但钟承翰却认为,若不相信当事人,如何替他们辩护,矛盾点从此展开,他也因顶撞上司,被当场赶出会议室,失去资格。 钟承翰私下旁听开庭,撞见天心,替他解开庭上迷点,打了胜仗,获得在他身边实习的机会,也意外得知他曾有机会当极限运动员,却因为受伤转换了跑道,钟承翰剧中被认为走后门, 爷爷和老板之间似乎有另一段故事,图,翻射自华氏夏静廷饰演律师事务所老板,和钟承翰的爷爷似乎有段故事,图,翻射自华氏连两次的通融,让钟承翰被贴上走后门标签,老板提醒他,有后门能走,也算是一种实力,如果觉得丢脸,就想办法把脸给找回来。 而老板口中的后门,似乎就是当年是警察的爷爷,爷爷和老板之间有过什么,引来观众猜测,此时钟承翰最好的学弟意外卷入杀人案,钟承翰请天心帮帮他,立场关于人性的辩护就此展开, 天心要钟承翰不能感情用事,图,翻射自华氏莱斯·布洛克阿兹,会。